小不忍則亂大謀 所以不要為了這些小事 一死的事 雖然讓人家很氣憤 但是會壞了大事 那麼你不忍 不忍就可能一輩子 可能就是我們說一死組成千古恨 我記得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 以前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站衛兵 我記得我們是站彈藥庫 彈藥庫那個衛兵站兩邊 那個彈藥庫有一個彈藥庫 他旁邊各站一個 沒有離得很遠 這個彈藥庫的這個 當時跟我一起站衛兵的那個人 他不曉得是受到誰欺負 受到什麼我欺負我不知道 剛好我就排他 他是一個小時 就是他有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一個人要換一個人這樣 那個彈藥庫拿槍裡面是死彈的 就鎖在彈藥庫 那彈藥庫他兩邊 然後在有一個裡面有一個哨艇 兩邊再離個兩邊 差不多離從這邊到這邊 離兩邊就是 就是那個彈藥庫也不大 但是就是旁邊各站的兩個人 那我站的那一邊有太陽 有太陽 他站的那一邊沒有太陽 那我想說太陽這麼大 那個中午這樣11點到1點的樣子 滿熱的 我就移到旁邊一點 就移到旁邊一點點 移到沒太陽那邊 不然那個晒一個小時下來 兩個小時下來也是有昏倒 我就站到旁邊一點 然後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另外跟我趙惠兵那個人 跟哪根筋不對 他就說你給我站過來 我說現在這麼熱我就站過來一點點 我又沒有離開 沒人要離開那個少廷 那不能離開那個少廷的 就站過來一點 站到那個太陽 沒有太陽的那個 因為那個太陽剛好照到這邊 然後那邊剛好 他那邊沒有太陽 我這邊有太陽 我就移過來一點點而已 他就不高興了 但是他一定是前幾天不知道被死 被誰欺負還怎麼樣心情不好 一定是這樣的 他說我不曉得 他嵌入到我身上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站過來 我說你站你的衛兵 我站我的衛兵 你管我那麼多做什麼 他就很生氣 他說我們那個槍都是有實彈的 他就拉那個槍 你站過來不然我開槍打你 那個時候我也很生氣 你有槍我也有槍 你沒有子彈我也有子彈 對不對 我的槍不是沒有子彈 但是他那個已經不講理了 那個時候我實在很生氣 我實在要跟他講 來啊看誰先死啊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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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冷靜了一下子 我不要再 不管是他打死我 還是我打死他 都不好 真的啊 我也沒想死在那裡 就算打死他 我要被關 我看至少我要關幾次 那個時候軍法蠻嚴重的 可能我會判死刑 然後他打死我 那我也活不來 我打死他我也活不來 想一想 好吧 你比較大 你比較 他那個時候已經不講理了 我讓你 我讓你 我輸你 我就站在那裡 可是站的時候還是很生氣 要忍 沒有忍下來 那個時候沒有忍下來 現在就沒有坐在這裡了 真的 那肯定是沒有 所以這種經驗 就是有時候還蠻懶的 因為特別是你又有武力 你又有權力 你又有能力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更難 那個時候 所以念武德的人 都要先講武德 也就是這樣 好 先有武德才有武術 不然 不然就會很麻煩 好 那菩薩道也是這樣 因為你要利益一切眾生 要廣大的利益一切眾生 不是每一個人受贏幫忙 都會讚嘆你 然後都會恭敬你 都會感恩你 沒有的 有時候 有些人還會恩將恩仇報 那個是很傷害菩提心的 很摧毀大悲心的 我告訴你 真的 你不退 很少會不退的 但是你能夠不退 你才能成佛 所以這個忍入 其實在修行裡面 為什麼 他超越布施跟慈戒就是這樣 所以一念稱心請百萬丈人開 一念稱心請抹燒功德臉 所以在 他說世間的人都要忍 為了國家 為了未來的報復 展現未來的報復 你都要忍 你為了成佛 你沒有這個忍 世間的報復 頂多是一輩子而已嗎 或是一件事嗎 這一輩子而已嗎 比如說韓信 為了這個國家也一輩子而已嗎 你成佛是好多輩子的呢 你這一輩子這一關不過 下一輩子還不是一樣 而且你下一輩子 如果你照了重招惡約 你還要在山寨道裡面很久 所以何況在無量生死中 度眾生而成佛的大事 你不是度一個兩個 你要度很多個 這麼多個裡面 這麼多個裡面 肯定會有跟你沒有善緣的 肯定會有那一種 知恩不圖報的 恩將仇報的 不圖報就好啦 還恩將仇報的 一定會有 那你怎麼辦 你要放棄你的 你要因為他 你要因為他的愚痴 因為他的無知 因為他的惡劣 而放棄你的善業 你會放棄你成佛的 放棄你成佛的事業嗎 那多划不來啊 那所以這一種 這一種心 就是你要先想清楚 要不然你行菩薩道 障礙會有很多 而且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會有障礙 所以一定有的嘛 所以他說 哪有不修忍辱 而能成就呢 那這個就是 一般講的 事不能不鴻 任重而道遠 就是那個志願很廣大 你不要看在這些事上 這個是一時的 暫時的 這個人 不要因為這個惡人 而破壞你偉大的事業 他的一時無知 而斷送你成佛的道業 不需要這樣 不值得 所以你一定要 在這個地方要先想清楚 要培養這個忍度的功夫 所以菩薩非修忍度不可 不要說菩薩 你解脫到 有時候你不能忍 也解脫不了 只是說解脫到你比較可以 少事少願 不跟忍接觸 你盡量減少那種障礙 這裡有障礙 我就去其他地方就好了 你跟我有仇 我避開你就好了 可是菩薩道不能避開眾生 他就要渡眾生 他怎麼可以避開眾生 避開眾生 怎麼要避意眾生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他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不好的 所以若軟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不管你是學否的 不學否的 你是會感恩圖報的 你是感恩資恩不圖報的 你是會恩將仇報的 不管是你學否不學否 行善不行善 持戒不持戒 那麼我都想盡辦法要利益 當然這個有誠實的 你一開始沒有辦法利益那麼多 你一開始先能利益你周遭的人 而且是跟你有善緣的人 先開始成這樣 你一開始沒有辦法做到利益一切的人 利益跟你無緣的 有仇的 那比較難 但是最終你還是要利益他 你不能對他起誠實性的 那這個當然要訓練 透過這些進階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訓練 如果你沒有這樣訓練 那麼菩薩道很難成就 你可以休解多少 所以很多會退 退就是這樣 回大向小 就是因為 哎呀 事件太 後面會舉誰立否的例子 那如果不能忍 不能忍 那麼會有他 就是你自己會受到傷害 你自己會受到傷害 我們後面再來講 像忍入先忍的故事 釋迦佛過去的故事 講到後面再來說 那這裡講 所以忍成為菩薩的大型 六度四色裡面 那麼六度主要的 除了布施慈戒之外 主要的一個修行 就是忍入 忍入不行 那麼忍入波羅蜜重點不是 重點不只是忍入 他說忍是忍啊 忍有兩種意思 一個就是忍耐的意思 一個就是忍就是忍 確認的意思 叫無聲法忍的忍 忍正無聲 那個忍就不是忍耐的意思 而是忍確認的意思 認證的意思 他說忍入不過是忍最重要的一項 所以一般來講忍的話 那麼不只是對不好的人 而是對好的也忍忍 對不好的忍住不撐 對好的忍住不撐 可能就是這樣 不好的境界你不因為他撐 好的境界你不因為他貪 不起撐憾 不起貪憾 這個都需要忍 都需要忍 但是特別是因為撐的過患最大 96種煩惱裡面撐的過患最大 影響最大 特別傷害菩薩道 特別傷害菩提心 特別障礙大悲心 所以才會要先修忍 忍入不過是忍最重要的一項 忍當然就是對你自己 對我們的傷害 就是對自身名利權位身體 錢財家人這些種種傷害 忍是意志堅定 經得起打擊 受得了磨難 不論怎麼堅苦都能保持自己 不受外來的影響而改變中生 就是你是有目標的嗎 你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成佛 你是有報復的嗎 那麼你未來的報復 你要展現你的報復 你會利益眾生嗎 當然是你因為這樣 你可能就不利益眾生了 就算不成佛 不成佛就不成佛 那麼有些人甚至 撐任心起來 下定義就下定義 他也不管下不下定義 就會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不能忍 你自己就是一下子你忍不住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對你自己造成很大的傷害 你如果沒有想清楚 你可能就沒關係 你就會沒關係 我之前常常去監獄 那我一次去監獄 一兩年前而已 因為今年都是疫情都沒有去 監獄不犯人 大概兩年前的樣子 去那個 那個也不是監獄 看守所 還看守所是 一個還沒判刑確定的 三審還沒定業的 那麼一種就是判刑確定還沒執行的人 都在那裡 我們去帶他慾佛 上次應該慾佛又到了 兩年前 去帶他慾佛 那基就一個 因為他很活潑 然後就會問一些問題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是怎麼進來的 他說他打死人 他身體長得很魁舞 身體長得很魁舞 他打死人 那你說為什麼要打死人 他說他說 他跟他太太開那個 開那個麵攤 小吃攤 小吃攤 有一個人 就把車停在他的那個 小吃攤的前面 他就叫他移種 因為 最討厭人家擋在那裡 因為客人不能放進來 因為那個人可能是急著要辦些什麼事 先暫停在那裡 因為他可能講話就是比較衝 就叫他移種 他說這個又不是你的 他可能他也是叫我那個地方 這個又不是你的地方 我告訴我個人停 他不移種 他就很生氣 還跟他理論 那理論 講講不是美好話嗎 講沒有幾句話就打 就打起來 打起來 因為他 他很魁舞 可能出拳也比較重 就把人家打死了 那打死當然就被抓進來 他就這樣進來 我就借著機會跟他說 我說你看 你一下子不能忍 我說你有幾個小孩 他說兩個多大 他說一個在讀國中 一個在讀國小 國中一年級 國小幾年級 我說那麼小 我說你看 你跟你太太兩個人 你在顧那個攤子 你做小吃攤的經濟都還好而已 沒有很好 經濟也還好 你要養這兩個小孩 你們兩個人養都很辛苦 現在只剩下你太太一個人要養 還要到監獄來張羅你的事 又不能開店 你的小孩還要讀書 他還要顧你 還要顧兩個小孩 還要顧店 本來你在的時候 那還OK 現在你不在了 他還要出錢幫你打幻視 還要怎麼樣 還要怎麼樣 還要看你 因為他那個時候判醒 還沒有確定 被他關起你 打死人都沒那麼快 我說這個就給你學到一個教訓 凡事 要先冷靜下來 我說你會不會後悔 因為我們最重要就是 讓他有懺悔的心 去告訴他因果他有懺悔的心 然後由懺悔的心 減輕他的罪業 我就告訴他說你會不會後悔 他說我不後悔 你為什麼不後悔 因為你一死不能忍 你把他打死 你因為他 因為他本來跟你沒關係 你本來生命都沒有交集的兩個人 他做他的事 你做你的事 他過他的生活 你過你的生活 他養他的小孩 你養你的小孩 本來兩個各自生存在不同的世界 只是因為停車 剛好停在你的攤位前面 那麼幾句話不合 你就把人家打死 他們的家庭先不說 你的家庭是不是受到破壞 是不是 你兒子 你兩個兒子 會說 你爸爸呢 在官家監獄裡面 他會有面子嗎 那你一直不能忍 因為你要讓他知道道理 出去的時候他不會再犯 你要有懺悔心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法官會被你判得比較重 沒有後悔 所以我就告訴他 說你應該要學會 從這裡學會教訓 你會不會後悔你太衝動 他說我不後悔 你為什麼不後悔 他說你因為他關到這裡 而且至少 你打死人至少都十年了 我告訴你 那麼就算你有假事 至少也要關五年以上 我不曉得了 這就是至少 我說你看看 你這幾年裡面 要花很多錢 那麼你又不能照顧兒子女兒 然後那要關在這裡面 你只是因為一時的衝動 你就要在這裡關好幾年 一時的衝動 你這後面 也許十年 也許二十年不知道 因為還沒判 那麼你就要關在監獄裡面 這幾年你不能照顧你的兒子 不能照顧你的家庭 你難道不會因為這樣覺得不值得嗎 他跟我講什麼呢 值得 為什麼 你關在監獄裡面呢 你覺得值得 值得啊 他說 我雖然關在監獄裡面 不能出去 他在那個靈骨塔裡面也出不來 他死了 我說 還有人像你這樣想的 我說這種人實在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他竟然是這樣講 他說 而且他覺得 我說如果給你再一次機會 你還會把他打死嗎 我會把他打死 你看 這種 比如說 我第一次遇到他 我不知道怎麼想下去 你看他 他不覺得 他不會想說 他的整個生活 只是因為他一死都不能忍耐 然後就造成這麼大的改變 他也不後悔 這種人也很少見 就是你好好想一下 但是我相信他是一開始這樣 他在監獄裡面 關一陣子之後 他應該就會想我的話 想一想 覺得早知道 應該稍微忍耐一下 我現在就跟兒子在一起 一個太太不要那麼辛苦 那個可能也是嘴巴想變話而已 我想 因為你就是一死不能忍 你現在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也是 而且你要知道 這個還不完全 如果你繼續這樣 你可能未來下三六道 那個是很長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而且未來還有果報 你還會再遇見他 你打死了那個人 那麼還會 後面還沒完 還有業果相续 就沒完沒了 所以就是願願相報 就沒完沒了 那就一直折磨 不是 不是有時候你折磨他 有時候他折磨你 有時候你障礙他 有時候他障礙你 就一直這樣 那何必呢 何苦呢 但是很多人想不到這種道理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從前 因為這樣改變宗旨 並不會因為一死 或外來的 那麼改變宗旨 或引申罪禍 他說從前 這個是大師論裡面記載的 他說 捨立佛六十劫中行菩薩道 捨立佛我們這都是阿羅漢智慧的 阿羅漢是解脫道 他 他說他原來也是發菩提心 要行菩薩道的 而且是六十劫 六十劫很長 那一劫 就算一小劫好了 那一大劫是八十小劫 一大劫是八十小劫 一大劫有一千尊佛 那麼大概就是也過很長的時間了 像彌勒佛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才經過一小劫而已 還沒有 彌勒佛再來還一小劫而已 那就是說四小佛到彌勒佛 只是經過一劫而已 所以六十劫已經很長的時間了 那麼長行菩薩道 菩薩道要行很長的時間 三大阿真七劫 三大阿真七劫 不是三大劫 三大阿真七劫 那麼行菩薩道已經行了六十劫 那麼他遇到菩薩道就是這樣 就是要幫助他 然後只要眾生需要的 你就幫助他 你有能力你就幫助他 沒有能力想辦法 有能力地不容辭 沒有能力也想辦法 給他找資源 怎樣這些 你幫不了他 你不是醫生 治療老大阿 你會幫他找醫生 類似像這樣 你沒有你的資料不夠 你幫他找資料 你的能力不足 你幫他找有能力的人 你有能力直接幫助他 那這個其實不要說 我告诉你不要说六十几 六年六个月 你能够做六个月 这样你看到的 有能力的你就帮 没能力的你尽量找资源也帮 我告诉你多不容易 真的 真的不容易 因为会有很多障碍 那么一开始你会很欢喜 因为医院 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到 你就会很在意 你帮助过的人 竟然在背后讲你坏话 竟然反过来伤害你 竟然恩将仇报 你会非常在意 你不在意他们有没有感恩你 真的 你不会在意他们有没有感恩你 那么你不感恩我 我是没关系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这样 我还很感恩你 你能够让我帮你 会这样 因为这是我们的愿 但是你很难不在意说 我帮了你 你不感恩我没关系 你也不用回报我 因为我不图回报 我也不需要你感恩我 但是你不感恩我 你还怨我 你不回报我 你还恩将仇报 很难不在意 我跟你讲 真的 我自己有实习这种经验 所以很难不在意 所以这一关还必须要克服 要不然你也会退 不要说六十几 就六年你都很难 六年 不要六年 六个月你会做到都了不起了 真的 因为你会一直做 你会一直做 有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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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做到一阵子开始就有不同的期间 就我们讲 你帮这个人一次 你很高兴 他也高兴 两次 你更高兴 他更高兴 三次 他就把你当恩人 那你也就是说 像感恩父这样 就是说 你也很感恩他 能够让你实现你很普杂的志愿 可是在久了之后是不一样 久了之后 你没有能力帮他 他就会怪你 或是你帮他没那么多了 没那么好 他觉得你本来就应该要帮他了 有时候你能力不准 不帮他的时候 他就怪你了 他就怪你了 他就后面讲你了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不在意 你就会觉得 我感觉这样做亨然吗 你会这样想 所以慢慢就会退了 一退 一退就很难再跨进去了 当然你如果能够在 菩萨到常常都是 进进退退 退三步再走两步 退两步再走三步 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一退就退很久 那个心发不起来 因为一想到过去的经验 那个心就发不起来 会这样 可是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常常益起 你初发心 刚开始是怎么发心的 所以你要常常益起你的初发心 要不然我告诉你 不可能不会退 只是 只是退了会再进 你说一开始发心就都不退 我告诉你很少 不太可能 真的 我自己是发过心的 我知道 不太 但是个人的福报也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都会有境界 而且有些境界 你如果没有好好想 只有你很重要 那个道理想明白很重要 他说 舍利佛六十节行菩萨行 有人来祈求眼睛 就是说 他一般是这么说 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生病 或是他生病 需要用眼睛来做要颜 那么他说 那既然这样 就把眼睛给他 他本来是这样 大之后里面的故事是说 他跟他要眼睛 眼睛又没有 他说你要眼睛做什么 你眼睛又没有肉 吃又没有好吃 你要说你要吃 我割肉给你可以 我拿钱给你可以 他可以割肉给他吗 可以拿钱给他吗 那你要眼睛做什么 公公做什么 你就给我就试了 他就拿给他 就把眼睛给他 他拿起来 纹一纹就丢掉了 这么臭 就把它丢掉了 那么如果是我们 如果说那个给你做要 那也就算了 对你有用 那也就算了 你拿了之后 你拿了之后 你就随手把它丢掉了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一个弹珠 不是我的一个面包 丢了就算了 那个是我的眼睛 我在用的 而且没有眼睛 我就变成 看不见了 或是独眼龙 那个是我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这样拿到了之后 你单做热射 就把它丢了 那个独心碰了 我又不能够说 我捡回来就装回去 对不对 我又不行 窝出来我就装不回去了 那个是对我一生的伤害 我愿意用我一伤害我一生 从此之后 我一个眼睛看不到 能够来帮助你 结果你却是这样的表现 这样的态度 随手就把它丢了 那么所以他说 对他 舍利弗跟他讲 这对他没有用处 他却一定要企划 他说我可以给你其他的 他说我不用 就要你的眼睛 等到给了他 他又嫌他心照 闻了之后就丢掉了 很不满意的就走了 舍利弗就这样想 哎呀 视线上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那么实在是众生太能度了 这个眼睛对他也没有用 而他一定要 现在给他了 好不容易给他了 克服千轻万古给他了 他又没有要用脚 而且他还行他心臭 而且走的时候还愤怨不平 这个眼睛那么臭 就用脚把他踏碎了就丢掉了 走了 舍利弗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想 哎呀 这众生太难度了 我还是自己修好了 所以很容易回大象小就是这样 那这个还算好的 这个还算好的 我回去自己修 如果一般的人 那不抓回来把他打死 我们讲像我们比如说密瑞日班 密瑞日班我们知道 他就是因为他们家他妈妈 跟他爸爸死后 他的叔叔 应该是他的叔叔和伯伯 我觉得他爸爸的兄弟 就是叔叔把他们赶出去 而且侵占他们的财产 就是应该要分的 结果他不但不分给他们 欺负他们孤儿亡 就把他们赶出去 他的妈妈非常的厌恨 那么就要死之前 祖父 他的遗言祖父 就祖父密瑞日班 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报仇 所以就叫他去学那个秘法 黑咒 因为他们有称那个词咒 驱动那个鬼神 那么密瑞日班 密瑞日班就去学 学成了之后 就用他的咒力 神通力 驱动鬼神这些力量 那么去伤害 原本伤害他的那些人 照下了很大的恩怨 也是这样不能忍 那后来他要去跟马尔巴学习的时候 马尔巴看出他的业 也是看出他的过点 他就是忍 被人家欺压不能忍 所以因而照下恶业 所以他用什么训练他 叫他搬石筒 搬石筒 从这边搬到那个山上 盖房子 盖盖毫无理由的就搬到那个山盖 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折磨他 他如果不能忍 因为他欠缺的就是忍 因为不能忍 就容易照恶业 那你恶业 你这个不能忍 撑恨的心没有消 你是不能休息的 所以他藉由这个拆一拆 拆完了叫他 因为你要搬一块石头 他要搬很大的石头 搬搬搬搬 搬搬搬搬到那个山上 要搬很多石头 他叫他在那个山上盖 要搬很多石头 那磨破皮 流很多汗 甚至为了搬石头 差一点就被石头压死 从那个山上摔下来 就这样很辛苦 不容易才盖好了 现在毫没有理由 刚盖好就叫他拆掉 这个地方不对 要盖到那个地方 他又要拆起来 又要盖 一次也就算了 两次三次 如果他不能忍 那么他就不能成就 他就这样 用这样 灭烈巴士 应该是这样成就的 如果是我 那是我在想的 如果是我 那我肯定不要盖 第一栋我会帮你盖 第二栋 好吧 再帮你盖 第三栋我就不要了 没有意义嘛 我那么辛苦 帮你盖好了 结果你住都没住 看都没看 就好把它拆掉 盖到那个地方 好吧 你以此方会看错了 第二次我再帮你盖 因为我要跟你学嘛 好吧 忍耐了 就再上去 第二次又这样 我不做了 我要回去 我那个时候在想 如果是我 我肯定 第一栋我都盖不了 勉强盖好第一栋 第二栋我就不盖了 因为我们觉得 你这样 我们会觉得 你这样 你在教太多 如果说盖给你住的 那我甘愿嘛 对不对 如果盖给你住的 我甘愿嘛 因为你是我师父嘛 我要跟你学习嘛 现在你又不是要住的 你就是这样戏弄我 那我哪里要 我就不要了 我们会这么想 那其实不是 他那个就是不能为人 因为他看出来了嘛 他因为 所以对于别人给他造成的伤害 像这种 侵占他的财产 又欺负他们家的 造成的伤害他不能忍 不能忍 以后他有力量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后来去学习很有力量 他就用他的力量 来伤害别人 来报复 力量越大 报复的力道就越大 越有能力 伤害人造恶业的力量就越大 所以那个兵杀人一次杀只能够杀十个人 二十个人了不起 那个将军杀人一次可以杀一万个人十万个人 那个国王杀人 那个就不是很多将军 那个一次可以杀一百万人了百万人 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 你看越有能力力量越大 那个伤害众生的力道 那个恶业造的越大 所以 所以为什么要基于普及心大悲心 因为你菩萨行不照道你会有能力 你布施你会有富贵 你布施会富 持戒会贵 那你会造很多 你会有很多的众 你事业大 权力大 那么你又装远 因为你造很多善业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你如果没有菩提心 没有大悲心 你就因为很容易造恶业 那如果你没有特别有智慧的话 那么你很容易造恶道的业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大悲心的话 你很容易退到小睡觉 有福报但是没有智慧 就用你的福报来造业 都是这样的 造大业的人 造重大恶业的人 就是 都是这一生比较有福报的人 身体好 钱财多 权力大 影响力大 他造的恶业就越大 所以 所以 他那个菩提心 那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没有 那么很容易 成就有多大 伤害就有多大 很容易这样 那如果你的观念正确 成就有多大 那么你成就别人就有多大 而不是伤害别人 那么你伤害别人 一定会伤害自己 英国业报是这样的 那么你成就别人 也一定会成就自己 所以他这里讲 举捨立佛的例子 所以他基本上 这个是 这个是属于众生人的一部分 那他这里讲到 他说 像我们自己想 比如说 米六六八那样的 当然舍利佛这一种 就更难了 如果 我能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 大师律里面有故事 我现在在想 如果是我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要我的眼睛 我肯定不给 我一定不给 不管就是这个眼睛 会救你的面 我都不可能给你了 但是 他是已经行有六十节的菩萨道 我们没有那么多 所以那个悲心不大 所以我们想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就是我们给他 然后他还踏在你地上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忍 还没到那个程度 当然要我眼睛给你 我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眼镜给你可以 眼睛不行 像 像 就是伤害 不要看层次 那么如果说比较 一般也不鼓励这样 就是说 你行菩萨道要分层次 就渐渐来 渐渐来 你不要一开始就要 你听到那个 看到那个 释迦佛过去生 舍生未虎 割落未淫 你也要血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血 一开始没有办法这样 你要先做能做的 先利益你周遭的人 然后 然后帮助你能帮助的人 照你的能力 依你的能力 不要超过你的能力 要不然你退得很快 你会退得很快 然后渐渐加强 渐渐加强 扩大 所以慈悲心也是这样的 先你周遭的人 跟你有善缘的人 与你有恩的人 这些人先利益他 慢慢慢慢跟你有缘的人 不一定跟你有恩 对你有恩 那么跟你有缘的人 一开始是有恩的 有善缘 有恩 然后跟你有缘的人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你的亲戚朋友 这些 那么 然后再扩大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有需要的 困苦的 贫穷的这些人 然后再扩大 那么 这些跟你比较没那么好的人 甚至偶尔会刺激你 伤害你的人 然后再扩大 跟你有仇的人 你恨他的人 那么渐渐渐渐 因为你到那个时候 已经扩大了 已经心里面 那个怨念心已经小了 慢慢慢慢的 你不是一开始就是 要怨心平等 我告诉你做不到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那么 所以就是要见识见识的 一定要也要见识心 他说这个忍 分做三种 那这个忍 基本上 是于写事理论里面的 奈怨害忍 我们先知道有哪三种 第一个是奈怨害忍 第二个是安受苦忍 第三个叫做地查法忍 波chant 以及 언�是一件事理论里面的 哄怨害忍 满场額 第三个叫做地查法忍 就是纪念师内论爱毋 那一般我们说的三种忍 叫做僧忍 法忍 无僧法忍 这也是一样的 僧忍 法忍 跟无僧法忍 那么这个僧忍是所谓的众僧忍 这个僧就是众僧 这个法是诸法 诸法忍 那这个是无僧法 所以这个忍是忍耐的意思 忍耐 这个忍是忍耐的意思 这个忍 这个忍就不是 这个忍是认证的意思 确认的意思 认证 确认 安心入理 这里讲的是安心入理 认证 确认的意思 认证 我叫做认证 认证这个无僧法 确认这个无僧法 证这个无僧法 这个无僧法 就是不生不灭法 无为法 这个诸法是忍耐 文瘾这些 那一般讲这个时候 那个愿害忍 这个安受苦忍 这个是地查法忍 这个是忍的三种 另外 另外也有所谓的这个三种忍 叫做 也有另外三种忍 叫做音响忍 柔顺忍跟无僧法忍 另外又有三种忍 音响忍 一般我们又有这样讲 但是这个是所谓文师修 音响忍 那么这个忍就是 都是认证 都是这个忍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无僧忍之前 那么音响忍 柔顺忍 跟无僧法忍 这忍的意思 都是忍的意思 确认的意思 其实这个他就是文师修 文师修正 那么音响忍就是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那么 生起这个信心 柔顺忍就是奴理思维 能够调伏烦恼 无僧法忍就是 透过修学正法 和正悟无为法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一般讲三忍 那么这里讲的是 依语血系列的 耐悦耐忍 暗受孤忍跟替察法忍 那么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生忍 乏忍 无生乏忍 那么另外无量寿心 或其他经理里面讲到 这三种忍 音响忍 柔顺忍 无生乏忍 这个柔顺忍就是调伏 调伏你的烦恼 让心柔顺 令心柔乱 令心调伏 要不然你就刚强来调伏 那么音响忍 那么音响忍就是对于这个音 对于听闻这个佛法 对于听闻这个佛法 那么你能够依着这个佛法 升起信心 那么你能够知道明理 那么诵心明理 净化身心 基本上就是你依着这样的 然后最后这样修行 调伍烦恼 然后断除 烦恼的根本 然后正无生 基本上大概讲我们说的忍大概就是 升忍罚忍 无生罚忍 就是现在纳越南忍 安寿公园跟地产罚忍 另外有说的音响忍 罗顺忍跟无生罚忍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大概先知道这个 然后下个礼拜再来讲 忍的三种类别 再细讲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